6月25号,自由日记 经常有人问,能跟我学拍日记不? 我都问你扛饿不? 我一天就吃一顿饭 我写了九年日记,也没挣到钱 你跟我学,选错人了 最近天太热,白天不适合出门 咱晚上出来活动 写日记就这点好,时间比较自由 对我来说,自由比钱重要 我喜欢写日记这个事 做一个事情,如果感觉很累 得不到正反馈,需要咬牙坚持 说明这个事不适合你 要做一个自己喜欢的 能让自己感觉快乐的事 找对象也是这个道理 需要咬牙坚持的,让你感觉很累的 并不会让你成长,只会消耗你的生命 可能从小接受吃苦教育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吃苦只是吃苦,不会成人上人 不论干什么,最出色的人 都是因为喜欢和天赋 不是因为最能吃苦 找到自己喜欢的事和能让自己快乐的人 不要在不喜欢的事上浪费努力 不要在让自己痛苦的人身上浪费时间 做自己喜欢的事 费请忘食也是甜的 和能让自己快乐的人在一起 吃糠燕菜也是幸福的 就说到这里 像风一样自由 比赶上江洞车车车车车车的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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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折